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的精髓是,属于我们的东西也应该属于别人 感受到别人的快乐,就是我们自己的快乐 这就是爱,在别人身上感受我们的快乐 而不是在自己身上感受他人的快乐 这不是爱,而只是爱自己 而前者才是爱我们的灵舍 这两种爱是完全相反的 诚然它们都能使我们连接 爱属于我们的东西或在他人身上达成对自己的爱 似乎并不具有分裂性 然而,它是如此的分裂 以至于我们越以这种方式爱他人 将来就越对他们怀恨在心 我们与他们的团结就一步步解体 而爱就变成了相应程度的恨 人若探究爱的基本特性 难道有谁看不到这一点吗? 仅仅爱我们自己 而不爱那些以爱回报我们的人 这算什么? 这不是团结,而更是分裂 爱的团结建立在彼此互惠上 只在我们里面不会有这样的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有 那是因为我们在想象与他人的相互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圣爱不可能不在他所爱的人 和爱他的人身上展现出来 如果这是所有爱的特征 那么爱本身的这个特征 一定是最高的 无限的 在自圣爱与圣志 47到48节 核心理念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相互性的理念 即爱必须分享 才能真正称为爱 十位灯宝把爱描述为 把别人的快乐当作我们自己的快乐来体验 换句话说 对我们所爱的人 怀有深刻的共鸣 如果我们希望对方在我们快乐时感到喜悦 在我们忧伤时感到悲哀 但我们却不愿意同样的对待他们 那么我们的感受就不是真正的爱 我们越是爱他人 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部分 我们就越是接近圣爱 反思 想想一个你爱的人 当那个人快乐时 你是否感到快乐 你是否看到自己的成功或失败 影响着他们 就像他们的成功或失败 影响着你一样 你是否曾经感受过 别人的痛苦或激情 你是如何反应的 如果爱是对他人的快乐和痛苦 感同身受 这如何启示着上帝对人类的爱 meeting 我们才能属 我们才能属